男子骑着机车到一间假娃娃机店前 接着拿起准备好的灭火器喷洒店内 搞得里面一团乱 整间店里面都是白色烟雾 男子还将灭火器往外喷 最后喷完还把空瓶丢在店内 随后离开 时间就发生在1号晚上 新北市中和区的景和路上 一间娃娃机店 据了解这一位周姓男子 是不满上个月来到店里消费 花了200多元 夹到了一个喷水枪 但是回家后发现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让他心神不满怀恨在心 所以偷了一支灭火器来 大闹这间假娃娃机店 有一名男子在假娃娃机店内 用力灭火器乱喷 经了解是一名周姓男子 因不满手家取之商品无法使用 侠愿窃取离内灭火器所为 假娃娃机店的常主 是在接获警方的通知 才知道自己的店里被乱搞 并且提出毁损告诉 警方则将依法传唤周姓男子 将一切到罪 毁损罪征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